黄金博物园区又有新的创作展出了 园区内的枕木道上日前多出了一件雕塑品 就是雕塑家谢栋梁 他的雕塑创作名为古道上 黄金博物馆方面表示 古道上这件作品表现着三名矿工 在工作环境当中患难相助的深刻的情境 作品栩栩如生神情动人 传达出水晶酒在地的特殊人文意象 对雕塑创意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有时间不妨前往黄博物馆来欣赏一下 这一件难得的作品 最近来访黄金博物馆的民众会发现 园区内的枕木道上多了一件雕塑品 黄金博物馆将谢栋梁先生的雕塑创作 古道上设置于园区内 古道上表现三名矿工患难相助的救援情境 神情生动机理细致 也间接传达矿业文化中的特殊意象 还不错 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OK OK 外形很明显可以了解到 他其实是想要去描述以前在矿坑里面 救灾的一个古道乐场的一个 互助协助的一个精神的部分 那作者创作者谢栋梁老师 他本身是在那个雕塑界已经耕耘了四十几年 尤其我们背后这个作品其实有得到第35届的全省美奖的一个 那一个奖项 古道上是谢栋梁先生写实系列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曾荣获第35届全省美展雕塑第一名的殊荣 作品取材过去采矿坑道的公安事故 将它转化为描绘古道上彼此协助相互扶持的热情 希望借由这样的作品呈现唤起人们热场相助的信念 也表达作者对于古道热场的寄望 故取名为古道上 民众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后面这个部分 你会不会觉得它就是一个那一个同像雕塑品呢 其实这不是 这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材料叫做FRP 就是我们俗称的玻璃纤维的部分 那它其实它的耐受度非常的好 那只是就是说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 金属尤其是铜啊 它的原物料一直往上飙升 那我们也希望说 又可以在一个有限的经费之下 让民众可以欣赏好的作品 所以跟老师讨论之后 说利用FRP的一个部分来呈现 公共艺术作品与矿山文化意向相符 将人们互助的身影凝结 希望唤起人们 祭其古道上热场相助的感动 博物馆希望推广多元的矿山文化意向 也结合园区内的环境景观 将它融合于矿山景色之中 杰纯威 瑞芳 采访报道